木桶里抓个傻的,说木桶里又傻的啊,就把马桶拆掉了,最后呢,怎么呢,就安装好了 一开始说,赵师傅来的,我看见一条大手钻到马桶里,结果放水马桶冲不下 还叫一个呢,师傅抓手的,专门抓手的师傅来了,说手就在马桶里,把马桶水也冲不走的,怎么回事呢 我说,本来用一个大头弹簧来解决,我说,到底开水下面呢,不是烫死的吗 不把手不把它弄出来吗,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我说呢 我继续拿了啊,我这个东西啊,结果跟客户协商 客户不愿意用开水烫,把手拿出来,放到外面去放生 我说,好的,好的,人家呢,有一个这么说法的,不愿意上身啊,不愿意把手呢,叫水烫死 我说,本来这个大头弹簧,一下子就去搅,不去搅出来了吗 说,不要了,不要了,赵师傅来拆马桶吧,拆过来即刻发现,地下全是空的 在拆的过程当中,手就跑掉了啊,本来是冲水不走,拆过来马桶就空的了 哎,火箭鬼了,弄堵了啊,赶紧把那个空军堵起来 赶紧吧,弄堵了啊,一次没弄的水 就这两个洞,这两个洞大概有三公分大的啊,把它封起来 那个管件呢,一下子呢,是法兰蒂面有没有装 两头弄玻璃胶跟它一打,打起来了啊,打起来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要处理好了下水壳,要弄堵了王,堵起来 就在地下,穿上来的手,我说你这回放心了吧,弄法兰电片 跟你装上去啊,这是一个品牌的,这样子合上去 一定要弄干净,吹风机呢,要抽干,大半夜了啊,十二点钟 在折腾这个手,在拆卸过程中呢,哎,这个马桶拆下来就看不到 而且是空的,而且我刚才那东西大动水啊,冲过来 哎,蛇就在拆卸马桶过程中呢,它折掉了 真的奇怪了啊,我说我哪天蛇,冲雪是不折啊 这回呢,安装好了啊,哎,他说这回没有蛇了吧 我说我不是咧,不晓得,反正这一单呢,好,就这么完成 冲雪,蛇是肯定在拆卸马桶的时候,走掉了啊 我们再冲雪试试,好,这一单就提出了啊 特别正在一楼的话,你们碰见了这种事吗? 哎,大半夜抓个蛇,马桶的在拆卸过程呢,手又不见了 哎呀呀呀,好了好了好了,这下客人放进了,走在那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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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